比亚迪亚真的是太寒酸了 9月初的时候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突破了百万 这将是载入汽车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时刻 也是全球首个达成此项成就的车企 但是你看啊 他们居然没有开发布会 没有新闻通告 甚至连自己的官微都没有发布任何有关的消息 只有几张可能都不是相机拍的照片 也只有我们这些小博主在用爱发电来做一些宣传 但是你看镜头里的这些人 身价有多少你算得清楚吗 我只能跟你这么说啊 这几个人加上我 我们的资产足以撼动整个深圳的平山区 可能会有人质疑了 说这是不是变相的炒作和营销呢 但如果你真的关注甚至了解过比亚迪 你一定会发现这就是最真实的比亚迪 每一次的重大项目的下限以及里程碑的时刻 都是那块万年不变的横幅 而老王也经常升穿他那经典的功夫 就这么说来啊 专门准备的这个白衬衣和可口可乐 也算是非常非常奢华了 那再比如说今年第二季度啊 比亚迪的单车均价已经来到了18万左右 而单车的利润却只有6000块钱左右 够不够寒酸 更加夸张的是啊 这个数字在去年只有1800元 即便如此 你还甚至在网络中看到大把的人说 比亚迪卖的贵飘了等等的呢 殊不知身旁的特斯拉 单车利润已经接近了7万元 还每天有无数的人歌功颂德的赞赏马斯克会赚钱 而且这里面还有大多数是特斯拉自己的车主 这我就真的想象不到了 去年王川复曾经说过两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啊 一次是在采访的时候 他说比亚迪就是他的全部 他名下除了比亚迪集团 没有任何的公司的参股和直接的投资 他的心血啊 全部奉献给了比亚迪 还有一次在一平单3.0的发布会上 老王说自己是比亚迪的001号试车员 每一款产品他都要亲自体验很久 并且不断的提出意见 首先要过了他这关才能交付到客户的手中 你会发现这个身价百亿的中年男人 依然充满着激情 每次想到他的战略布局和技术的时候 眼里都冒着光 这就是我们常说 但是又非常非常罕见的工程师文化 对于制造业来说 这种高层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我看最近一些媒体在讨论 比亚迪到底为什么在一两年内突然的起飞了 今天我不想展开来讲这个 我担心话题跑得太远 但是我可以稍微的解释一下 很多人想不明白的一个道理 为什么这么多车体都在研发新能源 而只有比亚迪走在了最前链呢 大家都知道 比亚迪有个别称叫做新能源汽车的黄埔军校 这里的员工经常被新势利益2倍3倍的价格挖走 而且每年还不在少数 很多人担心比亚迪会因此而走向衰败 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这里呢就必须要举一个平时不让波的例子 也是比亚迪的发展学类史 之前某技术部门的副院长 被国内某车企 不知道多少倍的价格活生生挖走了 甚至带走了比亚迪很多核心的机密信息 一时间的比亚迪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要知道他当时在比亚迪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老王呢也极其的看重他 而该车企的新能源体脉在那几年也快速的发展 甚至大有反超比亚迪之势 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比亚迪拿出了全新一代的产品 而该品牌呢仍然处于比亚迪上一代的模样 他们不是没有人才 他们也不是躲不开技术的壁垒 而是实打实的缺乏继续研发的条件和先决的环境 那如何理解呢 前文我特别提到了企业高层的工程式文化和影响力 比亚迪内部话语权最强DV最高的就是研发部门 而老王也给出了他们足够的时间和预算 花多少时间不在乎 花多少钱的更不在话下 前几年财政紧张的时候都没有在这方面有任何的缩水 这几年富裕起来了 那就更加要加大力度 于是乎你会发现比亚迪的研发越来越强了 而且自研的这个程度越来越高了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卡住比亚迪的脖子 而产业链规划的越齐全 各部门的协调也更加容易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情况 这就是一种正向的循环 我百分之百的投入了新的源 现阶段的技术产品都是我几年前就造出来的 那我现在的产品依然在行业是顶尖的 我就有足够的信心和时间继续去拓展下一代 而且搭车企呢 他们一直处于被动的追赶阶段 即便你现在把比亚迪整个一部门全部都挖走了 你现在的技术也不是最新最强的 更何况你还要跳过专利墙 而且根本不可能给你无限的时间和金钱去试错 于是乎你又会发现 现在大多数新能源车系已经没有那么注重技术了 甚至有的根本就不用最新的技术 他们选择在其他方面去补墙 反正就是工艺商各种买买买 自家唯一的差异化 就全部集中在了所谓的智能化和自动驾驶方面 当然了这块如果确实能做到极致 那也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不过这种工程师文化也不全部都是优点 很明显的一个软肋家们很容易忽略掉消费者的声音 不自负的工程师也不是好的工程师 他们时刻都觉得 是应该自己造出一辆引领时代的车子 而不是简单的去造一辆消费者更喜欢的车子 正面的反馈就是比亚迪拿出了DMI DMP 一平台3.0 刀拼天使等等非常核心的一些技术 负面的反馈就是比亚迪一些细小 却肉眼可见的问题却经常被忽略掉了 比如说过小的仪表盘 钢琴烤漆 繁杂的线条 迷幻的配色 不合理的配置分布等等等等 其实说白了 除了重视程度不够以外 就是骨子里面还透露了一股寒酸劲 也正因如此让很多高贵的自命不凡的消费者 看不上比亚迪 但是没关系 人无完人 企业更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至少这样寒酸的比亚迪 我很喜欢